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要是在铁胆庄碰上了这凤尾香啊 我一定请大家到荷堂边 咱们边喝着酒边欣赏这花香 别有一番情趣 可是铁胆庄已经不在了 这事都是因为我们红花会 总多主啊 您别误会 铁胆庄虽然不在了 可是啊 我还可以另起一坐 不过 我不会再见了 为什么 那竟物已旧 人面全非 又何必让自己触景生情啊 周老爷子 我周中英啊 不算仪式英雄 可也 也是光明磊落啊 我这一辈子啊 没有一件事 对不起江湖上的朋友 可是老了 却无子此所不忠 我真是自作孽啊 不可活 都怪我自己 我那天 干什么要出手太重 要是我 我再冷静一些 那应接他 也不会 如果 周老爷子 这事 我们也有很大责任 总多主啊 这没你们的事 这都是怪我 周老英雄 事情都过去了 算了吧 过去了 永远也不会过去 盈洁 盈洁他娘 也一定会恨死我的 这个也不一定啊 就是我自己 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盈洁是他娘 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他对盈洁的感情比我还深 他不会原谅我的 周老爷子 时间会让一切慢慢过去的 我们都老了 剩下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能够找到应接他娘 就是能够找到应接他娘 说法让他忘掉过去 他让我吃了半辈子苦 我零了 想见他一面都这么难 只要他能够开心 就算豁出去我这条老命 我也值得 那天 要不是为了这支玉镯啊 我就会尽快赶回天南庄去 也可能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周老爷子 这支玉镯 是你准备送给周夫人的 是啊 我看到他手上那支玉镯啊 已经有了裂缝 我就想再给他买支新的 这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这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爹 娘来了 娘来了 为娘啊 你 你终于敢来见我了 要是锦儿求我 我是不会来替你啰嗦的 娘 刚才爹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你就原谅爹吧 是啊 妹 妹娘 我 我这性子 你不是不知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 我什么都会为你做的 爹 还不快把玉镯给娘戴上啊 什么 快呀 好 好 来 戴上 戴上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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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家 爹爹娘 终于和好如初了 这次你可以放心了吧 这次啊 算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那你怎么报答我 还要报答 你昨天不辞而别 留下两句话就是自己先回来了 我还没跟你计较呢 是吗 不是吗 以后啊 不许你再这样了 听见没有 不许你 娘 谢谢啊 好 对 慢点慢点 知道了 总络主 九哥 你们去哪儿了 这么开心啊 你看 周老夫人也回来了 那可要恭喜周老英雄了 你不用在日夜担心老夫人了 对对对 这位是 这位是我们红花会的九当家 人称九命警报的魏春华 哦 魏当家 你好你好 周老夫人不必客气 直接叫在下的名字就可以了 都一样 都一样 哎 九当家 又买了新的围巾啊 哎 还是你的眼睛厉害 感觉怎么样 不错 真的不错 有眼光 跟我的感觉一样 哎 对了 今天我在集市上 看到一个特别适合你的发簪 所以啊我就给你买回来了 你给我来我拿给你看啊 看看喜欢不喜欢 真的吗 真的呀 好 我给你去 总舵主 七哥 失陪了啊 娘 我走了 走吧 走吧 快拿给我看 还好 夫人 走吧 哦 好 好好 七哥 来 我有话跟你说 总舵主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哎 哎 总舵主 不要拐弯抹角了 有什么事情呢 不方直言啊 好 我也不拐弯抹角 七哥 你跟周姑娘的事 不只是一路同行 那么简单吧 总舵主啊 真的仅此而已啊 那你觉得周姑娘的人品如何 总舵主啊 你千万不要把周姑娘在酒落上说的那番话 当真啊 还有 也不要再向别人提起这件事情 因为周姑娘她这个人呢 她很单纯 如果 如果被别人误会了 那就不大好了 而且 这样一来 也对不起周老英雄啊 难得七哥为他人着想啊 这依我看哪 这周姑娘的人品是相当之不错 而且 你也发现她的优点 不如 我给你做个没人吧 啊 不行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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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呃 不行呢就是不行 总之呢 呃千万不行 万万不行 什么原因 嗯 我怎么配得上人家呢 哎 七哥 这你可不能妄自非勃 这江湖上谁不知道 我们五诸阁 智友双全 而且 周老爷子 对你也是敬佩万分啊 总舵主啊 这真的是不可能的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不可能了 这怎么可能呢 哎 这就奇怪了 七哥 你又说不能 又说不可能 但你又说不出什么原因来 难道你不喜欢周姑娘 我 哎 哎 哎 是话跟你说了吧 不是我不喜欢她 是她不喜欢我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我跟她一直在斗嘴 在回来的路上呢 她亲口说了 她不喜欢我这样的人 她说我刁钻古怪 诡计多端 她就是铁定不喜欢我这样的人了 哎 还是算了吧 不要自讨没趣了 就当我跟她 做个永远的朋友算了 那 你甘心吗 既然不甘心 就要去争取啊 别忘了 你是五诸葛 不能轻言放弃 找个机会 向人家去表白 不要等到人家 嫁了人之后 你再后悔 到时候你就什么 什么都来不及了 想想 来 后悔 真的吗 哎呀 女儿都这么大了 连苹果皮都不会削 你这个铁蛋妆的庄主 真是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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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么呀 没有啊 我没有笑什么 哎 这个姑姑怪怪的 我也觉得 你比从前怪了 嗯 是不是跟那个齐当家的 长期相处在一起 连他的刁蛮性子都学会了 我才不学他呢 哎 虽然你们俩经常吵架 可是你们还是很投机的啊 对 谁跟他投机啊 是他自以为聪明 就目中无人 我才不理他呢 哎 你们两个人 可是经常待在一起的呀 对啊 是吗 哎 那个齐当家的啊 还很懂规矩 这人也聪明 哎 他呀 很多地方值得你学啊 你经常跟他待在一起啊 对你有好处 我呀 跟猪跟狗学都不跟他学 要是他知道我这么钦佩他 那他都可以高兴得飞上天了 我干吗要让他这么高兴啊 哎 那你跟那个齐当家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什么什么关系啊 娘 你这问题问得有点奇怪哦 你娘的意思是说啊 你跟那个天红啊 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对 坦白说 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朋友 还是敌人 这 我想去睡觉了 说了这个人一个晚上了 我希望做梦不要梦见他 来 来 哎 喂当家练功啊 身手不错哦 可以教我吗 有兴趣吗 一起练 你看 咱们齐儿跟魏当家的练功多合拍啊 这魏当家就是咱们齐儿的真名天子 嗯 哈哈哈哈 这魏当家啊好是好啊 嗯 但是啊 你 你看 那个徐当家 哎 你们俩在练功啊 哎 你看魏当家练得多好啊 当然了 呃 你们俩慢慢练吧 你要去哪里啊 哦 去河边 我听说杭州的山西里有一种余 会哇哇的叫 我想见识一下 这么有趣啊 我也要去 你也要去 你不肯带我去啊 啊 怎么会呢 走啊 哎 九弟你也去吧 啊 我还要练功 你们去吧 嗯 那我们走了 玩得开心点啊 嗯 走 走 那徐当家气派风度啊 一点也不次于魏当家的 嗯 嗯 必须要吃